姚明、郑威哭了 中国女兰400斤双塔王者归来 禁止亚运会金牌 北京时间9月5日 中国女兰迎来绝佳的好消息 这则消息也说明中国女兰将成就大赢家 毕竟作为世界杯亚军 亚洲杯冠军的中国女兰来说 在亚运会开幕之前 中国女兰400斤魔兽的王者归来 必定让中国女兰的实力加码 那在内线上 中国女兰并将吊打劲敌日本女兰 使得中国女兰在主场优势下 拿到亚运会金牌 也将是十拿九稳的事 最终去维护中国篮球的尊严和荣誉 我们知道中国男兰在 男兰世界杯上的悲惨遭遇 或许中国女兰也能借机 为中国篮球扳回一局 因此大家也是对于中国女兰 抱有很大的希望 希望中国女兰能在杭州亚运会上 打个酣畅淋漓的练习战 这也算是为中国男兰争了一口气 但是不得不说 在备战杭州亚运会期间 中国女兰也可谓是状况频发 比如在亚洲杯期间 中国女兰核心球员不慎伤心严重 比如李月如 王思雨 再比如杨立伟 黄思静 这些核心队员的缺席 必定也会折损中国女兰的实际战斗力 甚至是含蓄里 又正值在WNBA刘洋深造 所以在之后的杭州亚运会上 中国女兰能呈现怎样的战斗力水平 暂且还不好说 假如这几个核心球员 有几个或者是都没法参加杭州亚运会的话 那这样不完整球队去对阵日本女兰的话 中国女兰能否击败日本队 的确就不好说了 毕竟这几个核心主力 是中国女兰击败日本队的制胜法宝 而在东京奥运会上 拿到亚军的球队日本队 说实话也的确是一支 不能忽视的世界实力强队 而相比日本女兰 中国女兰的优势 无疑就是内线上占有优势 而日本队也作用外线投篮的优势 那中国女兰必须要充分发挥内线优势 比如将内进的吨位和高度去极致发挥 这样才能掌控赛场的主动权 去打爆日本女兰 最终走上冠军的荣誉台 那在队业会开幕之前 韩旭和李月如要不就是流洋 要不就是在养伤 他们都没能参加跟澳大利亚 在国内举行的五场日升赛 所以大家也甚是担心 韩旭和李月如到底能不能参加 接下来的杭州队业会呢 那此时中国兰协也是及时公布了 最终参加杭州队业会的12人名单 从这一份的名单中我们得知 韩旭和李月如都惊喜的 出现在了名单之内 我们知道李月如身高体重 分别为2米01 210斤 而韩旭的身高体重呢 分别为2米07 190斤 这两人体重合起来的话 足足达到了400斤 两位主力大将的王者归来啊 说明咱们的内线实力优势呢 依旧毫无折损 这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中国女兰 去横扫日本队的内线 最终呢 夺得亚运会的冠军金牌 让中国女兰成为最终的大赢家 而韩旭和李月如 即使带伤 即使远在国外 但是他们依旧会准时 参加接下来的杭州队业会 他们的这份决心 他们的这份女兰精神 相信姚明和郑薇看到了 也会是很欣慰的 期待中国女兰的精彩表现 这份女兰的演奏